工人用刀将椰子树花苞顶部切掉 然后用力将其掰弯 再用绳子捆绑在上面 并将其拉紧 经过几天后再把外皮去掉 现在就剩下花苞心了 拿来绳子捆绑牢固以防花心散开 把一个塑料桶固定在花苞顶端 用来接住留下的汁水 这种汁水含有大量的糖分 是制作椰子糖的原材料 等到所有汁水流干后 这时它的使命就完成了 现在就要把所有的汁液放进大桶内 这些汁液会被送进工厂 在这里工人会将它们倒进一个大锅里 同时还要进行过滤将多余的杂质去除 现在把它们放进另外的大锅进行熬煮 熬煮时必须要用大火 这样会使锅内的汁液沸腾 并将多余的水分蒸发掉 这时看到的汁液就变得更加浓稠 6个小时后糖汁就熬好了 此时需要将它们转移到另外一个锅中 与此同时工人会拿来一个没有底的铁桶放在锅内 这一步是为了防止再搅拌汁液溢 这时工人会拿来一个自制搅拌机 快速搅拌的同时 汁液的粘度会不断增加 同时还可以起到预冷凝固的作用 现在工人会拿特制工具进行手动搅拌 主要是为了防止里面存有气泡 直到使其变成焦糖色为止 现在椰子糖就制作完成了 下面就可以对其进行打包 发往全国各地了